新北市有多达5000多位的清洁队员 从清扫垃圾到并没闻的清除 都是他们的工作 今天新北市环保局 特别在板树体育馆 举办清洁人员表扬的活动 肯定他们的心情付出 今年环保局也扩大规模 招考清洁队驾驶和外勤队员 希望可以提升市民的生活环境 清洁队员们利用回收物认真装扮 跟着音乐热舞展现自信魅力 为了迎接10月25号的清洁队员节 新北市环保局特别举办 清洁人员表扬活动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奖 表扬106位年度机优清洁队员 职安卫和交通安全管理人员 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 清洁队的同仁们 面临有山有海有都会 在整个环境清洁的维护上 是很不简单的 已经连续10年 达到全国最干净的城市 感谢您 其中直属清洁队的队员黄大德 已经在环保局服务23年 表现优异 获派学习再生家具修缮技术 为旧家具赋予新生命 而担任机动车驾驶的 中和区清洁队员吕隆泽 在登革热疫情严峻时 前进第一线 负责病美闻消毒和资生员清除工作 为防疫立下大功 如果你学习了第二种或第三种的特殊技能 你在这个清洁队里面的工作里面 是会多彩多姿的 民众大多都会很配合 因为疫情扩散 然后就是宣导一些积水容器 环保局指出 新北市去年增加元额197人 今年更大规模招考清洁队驾驶和外勤队员 更首度招考职业卫生护理师 希望增强卫民服务量能 活动后续也将邀请多位艺人轮番现场 慰绕辛苦的清洁队员们 记者话缘乔大龙 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